好这个防疫期间呢 东大门夜市摊商做不了生意 那么对经济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而台北市政府要从29号开始 则是针对夜市采取微解封 那么开放四分之一的摊位可以营业 但是是不准内用 只准外带 对此花莲县长徐真卫表示 还是会遵循中央的防疫规定 不会跟进北市府微解封的做法 国内出现印度变种病毒的确诊案例 全台各地绷紧神经 但台北市却宣布夜市从29号开始 实施微解封 有限度的开放四分之一的摊位可以营业 而对于观光重症的花莲 县长徐真卫则表示 还是会遵循中央的防疫规定 中央一直强调好我们这个说法一致 这个步骤一致 做法一致 尤其是在三级警戒的时候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少出门少移动 而如果在夜市上面这个解封 我想这也是让大家会会这个移动 那我想这个三级警戒到7月12号 我们就一循中央CDC的方式 我们来进行 为了配合防疫 许多店家及夜市摊商 已经停业快要有一个月 对于经济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 虽然希望能有收入 但就怕疫情再次升温 不少摊商及民众也希望县府 在疫情尚未明朗之前 可以小心为上 东大门夜市从5月15号 休到今天已经6月27号将近 是一个半月了 很多摊商 它就是靠 这个摊位在维生的 很多人是 完全是零收入 是撑不下去 当然也是希望说县府这边 可以部分为解封 但是前提还是要配合中央的政策 对一般的游客局摊商的安全 比较有保障 夜市的人 太出入太复杂 太拥挤 不确定 太多了 很多 你要感染真的很容易 你说要你看 一感染到 你看我们要把它解脱 你看要方列多少再多少 你看多恐怖啊 我认为一旦解禁了 我们就把它做到最安全的时候 再来开放 全台防疫三级警戒 屏东又传出 有印度变种病毒确诊案例 想要尽快恢复以往生活 还是得靠全民做好防疫 普遍施打疫苗 以免一个不小心 又让疫情出现破口 记者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 amarLife 现在 可以 提供 吨